来到了9月30号星期一的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怡 我是尤全武安 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 就来跟大家回顾马哥打周期补选的新闻 马哥打补选在上个星期六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了 国阵以超过两万张的多数票 巨大优势取胜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的 根据选友会最终的数据 虽然投票率偏低 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四 但塞福星的得票率得票是两万七千九百九十五张 莫哈莫海詹国盟的候选人得票是七千三百四十七张 塞福星可以说是漂亮的胜处 那首先安华就表示 国政在马哥打取得的这个胜利就显示了 当地的选民希望团结政府能够专注发展经济 这个成绩不只是代表马哥打选民的人民 对中央对联邦 还有就是对柔州大臣 沃哈菲斯所领导的州政府的信任 也表明了人民重点关注在经济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框架 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行动党的方面呢 柔佛州主席刘正通就指出 这场压倒性的胜利就显示了西蒙跟国政的联手 是有效的 是赢得第十六届大选的方程式 他觉得西蒙的忠实选民愿意转让选票给国政候选人 而选票的可转移性 意味着西蒙跟国政的合作有潜能是大于二的选举效应 所以先打到先打这里哈 那优泉你自己觉得说这个选票转移论 国政和西蒙的合作 他是真的是更稳健吗 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从一场的补选 要来去把它影射成整个国家 是否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效应的话 我觉得其实当然就不是这么简单 对各地的因素都很不一样 但是确实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 这个刘正东所提出的 他确实有能够把这个所谓原本属于西蒙的票 带给这个国政 这一点呢 他确实是显露了出来 显露了出来 使到这一次的这个多数票 确实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之前有相当多的讨论 是认为这个在团结政府这个框架之下 尤其是长期处于一种 所谓的政治树敌的这个立场的两个政党 这个民主行动党跟巫统 他们两个结合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竞选的时候 即使有获得对方这个支持的话 他对方未必能够把那个票带过来 毕竟之前都把对方妖魔化到非常严重 一种地步的情况之下 一时之间 虽然领袖这么说的话 这个选民也不会是完全是属于那种 可能完全不会有自我思考的 也不会完全摆脱以往这种情绪的 甚至在这一次的补选之前都有看到 其实巫统跟行动党之间还出现一些政治 针对一些事件来说 所以这些会不会最后影响呢 就是人家最大 人们最大的一个看点 而这个看点我觉得是 刘振东他提出的这样子一种观察 是切合此次补选这个成绩的 但是如果在这样子一个选区 能够做得到的话 他始终还是对团结政府是好的 因为毕竟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 就显示其实其他的选区 也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但是回到来我刚才所说的 这毕竟是在罗佛 罗佛对于国阵来说 或者甚至对西门来说 两个他们都是在当地是相当强势的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国盟其实在南马地区的话 他们是相对弱势的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出现这样一个成绩 我只能够说其实它是符合当地情况 如果同样的这样子一种补选 出现在不同的州属的话 它或许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整体简单的来说 我觉得刘正东的这样子一个讲法的话 切合事实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是否它就意味着 这个团结政府的框架 就是能够无往不利 我觉得不能够这么早 像这个仪主编所说的是 言之过早了目前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因为有这样好的 这个所谓的 之前包括在能及里的胜利 跟目前的胜利 它提供了一个团结政府 更大的动力能够继续走在一起 因为如果出现这次选举 不尽人意 包括巫统就算胜出 也是威差胜出的话 巫统内部那些不满阿末扎心的人 他就找到了一个理由 来去在各种的情况之下 去动摇党的领导层 这样巫统他真心的留在团结政府 继续跟他们很难合作的 这个行动党合作的动力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次补选当中 其实补选有很多很多的 可以解读的部分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说 它是暂时性的稳固下了团结政府 各党合作这样子一个模式 也为他们的未来的政治路向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顺畅的道路 虽然国阵这一次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不过刚才有提到的低投票率 也是应该被关注的 尤其是在非乌易族群当中 行动党秘书长陆招福就有说 他们其实也有注意到了 非乌易选民的低投票率 其实在选前 我们就看到有不同的这种传言 一直说华裔不要出来投票 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 非乌易低投票率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是 是有选民用来惩罚团结政府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方式他奏效吗 在这新形势下 华裔愿意要怎么样去摆自己的立场 所以此次补选除了整体的 所谓的投票的票选成绩 高的多数票之外 其中一个可能在华社当中 非常关注的是在于 到底华人选民的投票取向如何 在有投票的人当中 看起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他还是维持以往 就是说他还是支持 这个西蒙要他们支持 或者是西蒙的这一个票 去了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国阵这一方面去 并没有流失 我觉得这个流失 如果是以投票的人来说 流失到国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所以也是意料之中 但是我们人们倒是看多的是 这个所谓投票率 投票率有数据显示 虽然总体投票率是54% 但是华裔的投票 似乎是36%而已 这是超低的一个投票率 当然还有另外很多的因素 我们要考虑的 这个所谓的马各达选区 一般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所谓的 油脂选民的比例 尤其在华裔的选民当中 是相当的高 作为一个不能够影响 大局的所谓的补选 油脂愿不愿意 这么老远的回来投这一票 再加上其实之前 他们对手阿志明都提出 华裔选票应该会低 因为他认为之前刚刚过中秋节 又是一个廉价 所以应该相当多的油脂 当时已经回家了 所以不会再老远的回来多一次 这些比较基本的因素 我觉得都有操纵的作用 但是如果有 只是这样的因素的话 不至于这么低 所以之前所谓的呼吁 要所谓像阿克马抗议 而不去投票 是有产生一定的作用 但是产生作用过后 你可以看到整个成绩出来过后 整个声浪其实是被掩盖下来的 关于华裔的抗议的 这样子一种动作 它产生实际效果与否 我觉得就变成 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存在 幸好的是 我觉得其实行动党 代表可能比较多 获取这个所谓 华裔选票的那个政党本身 他本身有一定的自觉 他并没有因为 这个所谓的大投票率 就该沾沾之喜 而是要求 这个所谓的团结政府去检讨 他这样的做法 就能够把这个所谓的选民 那些不投票选民的声音 放大进去 我觉得这个是他放出一种 一种所谓的讯息 要团结政府内部 正视一些不满 说的白一点的话 像阿克马这种 这个嚣张言论的事件 是会有影响的 在这样的一个选区 如果有相当多的 这个马来选民 支持国阵的情况下 不会受影响 但是来到中马 北马的情况之下 如果马来选民 大部分都是倾向 国门的情况之下 怀疑选民如果 投票率只有30%的话 他是会决定胜负的 而并不是像这个马格达 这么容易让这个巫统过关 如果这样子一种意识 这样的智慧 能够在团结政府的 各政党出现的话 相信陆兆福 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 一种讯息 更加大量的 在内部的讨论当中 向巫统的领袖表明的话 而巫统又足够智慧 了解到团结政府 还是他们未来之路的话 最后 我觉得怀疑 这一次的不投票 也会产生他的效果 好 那第一次的情况 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守着City Plus 等一下回来 还有另外两则的焦点新闻 好 我们回来了 哇 第一则有点大大的超时了 但没关系 就证明第一则 其实幼圈医生 有很多的看法 有什么刚才没有 就是说完了 想要跟大家再补充 我觉得 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清楚了 目前如果是华裔 马来裔的选票 开始集中回巫统的话 其实有一些人开始担忧了 巫统会不会因此做大 首先我觉得这个担忧 可能不太成立了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巫统 这个还是在南马地区 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巫统有可能做大的话 我看到好像林斯凯认为 其实大家都不希望 对火箭很失望 但是很不幸的现实是 如果目前华人 不把票集中在火箭的话 而是分裂出来的话 就会变成如果巫统做大 马华也有议席的话 最后出现的结果 会是一个可能非常不明朗的 会不会巫统 已经有一个选择权 他未必要靠在 所谓的团结政府之下 他可以去选择国盟的 这是第一点 这一点从马华的角度来说 他们非常开心 之前有签过 所谓的宣誓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如果同样在团结政府的框架之下 如果巫统在下届 这个大选当中 成绩又票数 或者是议席又所增加的话 而火箭的所谓的 议席又没有增加的话 它的化势权会更低 当然鞭策还是需要 对于所谓的行动党的一些 可能不出生的一种状况的话 可以适当的做出一些表达 但是作为一个 在执政党内部的 所谓的政党 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加期望的是 在内部未必有大的声量 但是有一个好的效果出来 包括强制清真认证这一块 很多人去关注的是他的一个插曲 也就是阿克马的这个嚣张 但是实质上 他到底政策方面有没有落实 还是比较符顺我们非穆斯林的意愿 不强制进行清真认证 如果做到那个实质那一点 我觉得更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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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